台湾新闻看日记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美国的状况了 因为现在看到欧洲的疫情是一发不可收拾 也是让美国非常的紧张 终于是采取了行动 像是美国的纽约跟洛杉矶市府就下令 酒吧 剧院 电影院等场所通通暂停营业 而餐厅也只能够提供外带外送服务 精灵生效之后两大城市顿时沦为空城 纽约布鲁克林大桥 一望是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 如今却没什么人影 中央车站也异常冷清 很难想象它是全美最繁忙的车站 其他像是华尔街 第五大道 全市空挡挡 开往自由岛的邮轮也发人问津 西岸大城洛杉矶同样人烟稀少 走进电影院 售票窗口全部关闭 用餐去一次也被搬上桌 少数有营业的餐厅更是门可落雀 等半天都不见客人上门 为了对抗疫情 纽约跟洛杉矶市府双双寄出禁令 要酒吧 剧院 电影院等场所 暂停营业 餐厅也只限外带跟外送 不准在店内用餐 业者生意已落千丈 甚至得挂广告拍 上街招揽什么意义 还有人提前好几个月预约热门餐厅 结果扑了空 忍不住吐起苦睡 不过非常时期 暂要以防疫为重 美国民众尽管有诸多不厌 恐怕也只能先忍一忍 黄国定义